大家好,歡迎收看伊大國仔 這是一個遲離的自我介紹 因為都出了好幾條影片 我就是來自搞屎棍YouTube Channel 如果有觀眾在大國仔第一次見到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團隊頻道搞屎棍 我亂指的,我未必會放搞屎棍在這裡 大國仔這個頻道比較個人一點 其實吃好玩樂都會放在這裡 最主要是玩玩玩具或手機APP之類的 我平時會用什麼呢,我就會告訴大家 吃東西都一定會告訴大家 我平時吃什麼頹食 最主要我是吃頹食的 如果有人請我吃 我可能會吃好一點 我會把我的愛好分享給大家 務求讓大家都變成EG 所有人的興趣跟我一樣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爽了 我就爽了 大家都知道我的腦有時候想想無聊的東西 如果我想到無聊的東西是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都會拍片去跟大家說 但其實我最主要都是問東西多 大家都知道 問得多就什麼都知道 你們比較問的時候 記得多回答我 好像之前出過的問潮語的影片 你們真的幫了我很多 真是超棒的 真是Google 而我個人來說最想做的 反而是一些實驗影片 大家都見過類似極速EG 我就會想做一些實驗性或挑戰的東西 但玩這些大家都知道 通常有外身體健康 那我就盡做 因為我自己很大興趣 接下來也會和我妹妹開一個我們兩兄妹的系列 名字好像初步就叫做唐僧娛樂 那為什麼會叫唐僧呢 因為我和我妹妹是唐兄妹 我們兩個都姓曾 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娛樂她還是她娛樂我 然後又鑑於我的朋友們都竟然說我無知 我講過我知很多東西 我真的什麼都知道 怎樣都好 那我決定以後每一條影片的最後都會說 我到底學了什麼 那如果我什麼都學不到 我就會說什麼都學不到 由2019年開始 我決定逢星期三和星期日出片 哇 我講完都打冷陣了 好害怕的 你知不知這個挑戰 我本來是不是想星期三、四十天 那當然如果不能出片 那我可能就會開Live 那就道個禮協 那跟大家聊聊聊 唱歌還是打電話 你跟我說打冷陣 OK的 開個Live打個冷陣都OK的 那到底下年大家會不會看到我 不停地開Live道歉呢 應該都不會的 還有就是為什麼這個頻道會叫做EG大哥仔 其實這個名字是代表的 算了 我不說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再拍一條影片告訴大家 我怕太長了 大家悶死了 最後記得訂閱EG大哥仔 搞笑運 如果想看我一些比較短片的生活上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低能 那就記得Follow我IG 我IG是放最多低能的東西 其實都不低能 我自己覺得 很有這個關注的價值 好 下次見 拜拜